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说到发明大王爱迪生,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不但发明了留声机、摄影机和乌丝灯泡 也在1892年创立了奇异公司 对现代的电力普及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以爱迪生之名,台电公司和救国团合作 与国内知名大学一起为资优的高中生 举办了爱迪生自然科学研习营 这一半就是53年的时光 很多优秀的学者和企业家都曾经参加过这个营队 可以说是培育国内优秀人才的摇篮 102年的7月8号到11号 由清大、救国团和台电一起合作 在清华大学的校园中 为100多位的高中生举办了爱迪生自然科学研习会 这个研习会从民国49年开始 到今天已经办了整整53年的时光 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 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人才 就连这次营队的地主清大校长陈丽俊博士 也曾经是坐在台下听讲的其中一员呢 我是民国53年 我念新竹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很光荣啊 因为我们是高一高二 数理最知优的学生嘛 一个学校选一名嘛 所以选到这个就是纪念研习会嘛 我想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啦 我就讲说 刚才我也讲说台电很不容易 连续办53年嘛 53年前呢 我们旧国团的首任主任 就是蒋经国先生 他有个理念说我们为青年服务 青年为国家服务 那怎么来培育台湾的青年科学人才 他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当时啊 就是跟台湾电力公司共同合作 并且结合国内的知名的大协 创办了爱迪生研习会 在这个四天三夜的活动中 主办单位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 来为学生们做专题演讲 也现场参观了台电公司的额媒变电所 让学生们不仅在抽象的知识领域有所收获 也能实物的认识第一线的电力设施 而这次负责营队总招 目前就读于青大科管系的王同学也说 办理这样的营队 对于高中生们 他认为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啊 你觉得这个活动对于高中生 就是这些来参加高中生 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有很多的帮助 就是因为我们有去参观台电公司 然后还有参观园区 能增加他们的视野 看看业界 先培养一下基础观念这样子 在研习会的实业室上 学员们展现了他们对于未知新事物的 强烈好奇心 还有年轻孩子特有的热情和活力 而这个即将迈入一甲子的活动 随着时代的更迭 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一直坚持着传递科学的火炬 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 台电公司新竹报道 看完爱迪生研习营 我们来关心防台消息 今年的第七号台风苏力 周三上午已经转成墙台 而且直逼台湾 虽然气象局预测苏力台风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防台措施还是不能轻忽 接下来我们用一段逗趣的影片 告诉您该如何安全的防台 不好了不好了师傅 师傅 有人来替管 来者何人啊 他叫台风 别担心 快把门窗招牌固定好 再准备些沙包 以备不时之需 哇台风好厉害啊 怎么停电了 别慌 快打1911 请台电人员来帮忙 哇还是台电厉害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